感谢观看 谢谢研究员的一个介绍 也很谢谢那个花莲场这边的一个邀请 才能够从东 从西部跑到东部来 那我只能说我第一次来 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结婚前 来来到那个什么 到你們有一個花蓮有一個兵營對不對 來看當初的男朋友 現在的老公 然後第二次就是 一月份東華大學邀請的 然後我那時候住的是歷池 好像這次地震已經搖搖欲墜了對不對 蛤 猜了 那昨天住的比上次好很多 很謝謝花蓮廠 我喜歡亮 光線很亮的 然後我可以在裡面做一些事情 那今天那個 建議我講的是跟小型害蟲有關 那重點不是在小型害蟲而已 而是在於整合性管理 那我是要用 我今天上的課程大概都是用一些概略性的一個 我喜歡講觀念 跟想比如說那一些制裁的一些作用機制 那昨天醫生也講了一些 那今天我會也會帶了一點 因為跟整合管理應用面有關 那制裁的那個部分 免燈制裁那個部分 我會分享一下 我自己實驗室的一個結果 或者是它的作用機制在哪裡 讓大家在應用面的時候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很多人都說你對整合管理的 我先講一下很抱歉 我昨天晚上再重新看的時候才發現到說 我當初寫的出來的簡報怎麼沒有故事性 所以我昨天有大條了 調整過但是我簡報會留給各位 會留給各位 所以大家在看的時候就仔細聽就好了 然後可能跟你的簡報那個順序 就完全會落差有一點大 第一個我們來問一下各位 你對整合管理 有聽過IPM的人幾首 對 昨天有講對不對 那你們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應該講的內容會跟我差不多 但是可能還會略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的在解讀上面不一樣 好 那你認為你心中的小型害蟲是什麼 你小型害蟲沒有一定的定義 但是針對於你們認為 你覺得小型害蟲是哪一類 看不大還是看得到 看得到 小型害蟲你認為看得到 好 那我想說 請問小菜鵝你認為看得到 是小型害蟲嗎 你認為它比較大 好 有人講粉絲 介殼蟲這類對不對 就是眼睛要看 看得到 又好像看不太到的 好 這類的 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小型害蟲 另外一種是什麼 刺吸式口氣 好 刺吸式口氣 那就是今天我們要來談的 那我本來第一章是要講蟲害管理 那有些人會認為說蟲害管理就是我盡量不要去用滑雪農藥 不完全是對的 你要考量的很多 那一開始 IPM是從哪裡來 從蟲蟲來的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時候 那時候有DDT發展出來 為了要防止一些 那種的鎮蟲 一些的鎮蟲引起的一些的病害 也傳染病 所以大量的使用DDT這一類的有機滋鋸 效果非常的好 那又把它用在農作物的糧食作物上面 因為發現也很好 那很多的農民就開始依賴用化學農藥 那因為帶過於依賴 所以抗耀性產生了 然後環境中有一些有益的昆蟲也被破壞了 然後接著是什麼 整個生態系面就會被阻斷掉 所以就開始有學者提出來 所謂的綜合管理的一個綜合防治 那慢慢的才衍生到 管理的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出來 那我們一般過去都是以感進殺絕 感進殺絕就是我用要下去就好了 然後其實在早期 我開始在跑田裡面去輔導的時候 老一輩的農友都是 你只要告訴我什麼以我好用就好了 所以那時候他們心裡面就 到現在我還是有碰到 年紀比我大一點點而已 我也接近快退休了 比我大一點點而已 他到現在也在問我說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你只要告訴我哪幾支要有效就好 我一直希望把IPM觀念導進去 你要用對時間用對方法 你才能達到要效 所以他的希望還是在於感進殺絕 其實我們在談到所謂的同害防治的話 現在應該要考量是榮作物 我們在生產這個部分 只要提供人類生活所需足夠就好 所以你在足夠的一個定義下面的話 我們所採用的這一些的措施 希望讓這些的病蟲害 危害我們的農作物 到我可以忍受的一個比例範圍內就好了 所以你所採取的防治 當然就是要跟生態有一些的結合 農民也是一個職業 你要不要賺錢 你既然種了 你要賣到市面上一定是想賺錢 否則你就是在家裡的一個庭院裡面 或後花園裡面 後菜園裡面去種一種就好了 所以經濟利益是IPM裡面最重要的第一環 手段才是考慮生態 所以經濟利益 今天價格好 你忍受度會比較低一點 今天價格不好 你忍受度就會很高 所以你的防治的基準那個觀念 是跟經濟利益有關 跟當下的市場價格也有關聯性 所以所謂的IPM的話 大概就是I是指的是 整合各式各樣的防治方法 來防治各式各樣的害蟲 譬如說有一種化學農藥 可以同時應付兩三種害蟲也好 或者是病害 那你們會不會刻意去找出 那一支藥出來 我只要用這一支藥就好 我一打多 我一打二就好 而不要說我為了要防治三種蟲 我就用了三種藥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要用越多 其實未來不要說考慮到環境的影響 抗亥性的影響就很大了 那所謂的害物 一開始IPM是從昆蟲角度來提出來的 慢慢的把這個觀念擴散出去以後 開始接下來的做病害的人 開始提出所謂的病害整合管理 就是IDM D就是那個病害的意思 接下來雜草也提升上來了 叫做IWM 所以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我們叫做中和防治 但是我們談到管理 管理當然就有策略 一個公司在管理一些的員工 他要不要有一些守則規則 那有些守則規則 你要讓你的員工去遵守 所以你要有一些的策略 去管理你的這樣子的一個員工 還有你的如何去 你的包括你的業績 包括你的行銷 這要不要有一些策略 那你策略如何去領定 在IPM裡面 第一個要考量的是經濟的利益 接著你所採取的防治措施 要以生態的角度優先考量 最後面的話 我們從事IPM的話 對社會的影響觀感也會比較好 為什麼用藥少 我們有在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 所以IPM裡面整個的架構的話 是架在中和防治之上 那管理的部分的話 再跟各位複習一下就是 我們要以經濟利益為目標 當然這一些的防治的一個措施 我希望建議是以生態學的基礎 以原理為基礎 所採取的這些防治措施 是調解或者是抑制 這些害從到某一個 經濟容許的限界一聽 這個大家可能都偶爾有聽過 那這個是剛我提到 跟經濟利益有關 跟你的市場波動是有關 所以那一條線誰決定 管理人員你自己決定 農油你們自己決定 為什麼 我的忍受度是10% 你的忍受度是20% 是不一樣的 20%的人我可以多忍受兩三隻蟲 10%的人我只要看到兩隻蟲 我就受不了了 所以那一條線由誰做決定 由你們做決定 而且你們對於市場的價格 今天的價格 明天的價格的波動 你們最有感 所以你們會決定 我要不要繼續防治下去 因為你如果開始 市場價格往下跌的話 我相信你們的忍受度 會本來從5% 會變成10% 變成20%就上去 甚至根本就不理他了對不對 所以在IPM裡面 另外一個調節的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希望達到相生相克 那大家很喜歡用前面那一些有機友善的 但是有機友善對環境真的就是安全嗎 我們最後面 如果因為我後來增加了很多張 如果來不及談 我下一堂課那個合理時間 我有再把它補進來 我怕會來不及講完 我就是要跟各位挑戰的就是 這些的制裁對人是安全 對環境呢不一定 因為你安全是什麼 風險是跟量 曝露量是有關的 我後面會有一個 跟大家挑戰的各位 並不是說有機 你就不能用這一些 有機我比較在談到這些相生相克 其實我為什麼會建議說 一定的比例 我們留下更多的蟲 讓害蟲跟害蟲之間它會有競爭 另外一個留下更多的害蟲做什麼 可以讓天敵有食物的來源 我可以保育我的天敵 讓它有一定的食物的來源 來維護我的這一個農業生態體系的物種多樣性 所以在使用IPM裡面 要有一些的層次的觀念 那我比較會建議 我前兩天還在有機協會那邊講課 我也跟他說有機的切入點 跟一般冠型農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架構想法是一樣的 那我針對於有機友善的部分 我更推薦的是什麼 我們希望達到一個物種的多樣性 你用制裁之後 我也建議能夠多釋放一些的天敵 來維持這個穩定的一個生態體系的一個物種多樣性 那我用這一張圖來跟各位提到說 大家都有在做IPM 只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經有在做IPM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蘋果被咬了一個洞 被鑽了一個洞 或者是被咬了一口 那接下來你會想什麼 誰吃了我的蘋果 那接下來你會再觀察什麼 我的這一個園區裡面 或是這一棵蘋果樹 我接下來我的蘋果樹有沒有 陸陸續續被吃了 還是剛好不小心這一棵被咬了一口 那從這裡大家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說 開始在懷疑誰是兇手的 可是你第一個時間點你會做什麼 你把它摘掉 摘掉之後你一定會去想誰 然後你就開始去巡員 巡員的時候你會看到就開始 有看到就摘摘摘摘到後來 我不能忍受這樣子的受害率了 你才會採取什麼行動 所以這過程裡面你有沒有在做診斷 有 因為你在找鹹魚犯 接下來你有沒有在做監測 有 因為你在園區裡面尋田 你已經在注意到我的蘋果被吃了多少量了 所以你有在評估我要不要繼續不用藥 還是我有什麼行動應該採取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做這些動作 有 因為你們都有在做 但是你們缺了一個什麼 紀錄 我覺得大家都有在做IPM 最缺乏就是沒有把它留下紀錄 那所謂的預防就是如果經過你過去的一個經驗 知道說一個田區裡面可能有哪一些的病蟲害會發生 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些的預防的措施 那假設說有一些土傳性的一個病害 那我在種植的初期我可不可以用一些微生物的製劑產品 來建構更多的土壤裡面的有益微生物 跟這些的後來帶進來的這些的病害 能夠有一些的互相的一個制衡 這個就是我剛提到相生相克 這也是一種預防 那假設說你知道這園區也經常會有一些的天牛跑過來 那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些的預防的一個措施 所以IPM裡面最重要的架構就是這三個觀念 這個預防勝於治療 所以一開始我能夠用預防 我就可以降低這一些的病蟲害的一個發生 那我看到有蟲子或進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始做監測 監測我該不該採取防治措施 那你做完防治措施 你要不要去評估它的有效 當然要 所以我寬起來這中間這幾個的話 是你在本田裡面經常會去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請問各位 你會把這些留下一個簡單的一個紙本的紀錄嗎 不會 幾乎很少 因為我在推就快推不動了 為什麼會建議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紀錄 就是你今天如果我 你會用完防治措施以後 你會覺得這支藥沒效 可是真的沒效嗎 是你用的時間點不對 可能這支藥的效果沒很好 那你在很嚴重的時候你去用它 當然壓不下來 後面我有一個公式 簡單的公式的一個說明可以給大家參考 為什麼紀錄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你也知道說我這支藥的藥效如何 那你就會盡量去調整說這支藥在嚴重的時候 用起來沒什麼效果 但是我如果蟲子比較密度比較低的 數量比較低的時候我來用 我有感了 那表示這支藥對這支害蟲來說 它的藥效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我們農藥雖然對於害蟲來說幾乎都是廣效 但是廣效裡面可能有些對粉絲特別有效 有些可能對粉絲的感性來說是中間 對牙蟲可能很好 那有些可以殺蟲類可以同時殺蟲 可是它們也有高跟低的一個差別 那這個差別我們不會告訴你 研究人員也不可能做那麼多 那你們是第一線的 你們最關心的 所以建議你們要把它留下紀錄來 這個紀錄是什麼 大約有多少蟲 或是你覺得園區你的危害程度是多少 然後我用了哪一些的制裁 或用了哪些化學農藥 那目前的一個狀況 你的感覺是什麼 那IPM另外一個就是 預防就是檢疫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教育訓練 那接著我們來談的是 我如何去認識一些兇手嫌疑犯 那針對於小型昆蟲的話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看得到 大概知道是誰 但是看不到蟲的時候我如何去判斷 我們可以從這一些危害的一個特徵來看 一般大型的昆蟲的話 都是用咬痕的比較多 那小型的昆蟲大概就是用吸食或是潛食的 甚至會造成像腫瘤一樣的 那有一些大型的昆蟲的話 也算是都會鑽上 像天牛啊 咖啡木杜爾這類都是鑽在 枝條或者樹幹裡面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 可能根部都是棲息在根部 棲息在土壤裡面造成的一些的危害 那各位可以從這幾個去做一些簡單的一個判斷 那我接下來 如果你大概知道是誰 凶手是誰或者是刑犯是誰 你有一些的正確診斷 你才知道我如何採取防治的一個措施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是 這個是跟小型昆蟲比較沒有直接關聯性 那我這邊只是分享給大家說 如何去判斷主角式口氣 因為大家可以看得到主角式口氣 第一個想到都會想到這一類 所以但是你看不到蟲 你看到我的這個作物被咬痕了 那如果是有機有散農友 他第一個想到一定會用什麼 酥利菌 可是酥利菌只有對這一類的 才有效耶 但是呢對這一類的有效嗎 甲蟲類完全沒效 所以你到底是誰危害的 你第一個你會認真的去找出凶手 另外一個也可以給各位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初步的判斷 如果被咬成這個樣子 我也很難去判斷 我只能說主角式口氣造成的 但是我會嘗試去找一些比較 初期的特徵 那像這是黃條葉枣 這也是黃條葉枣 那這是青蟲文白碟的幼蟲 這類的蟲子大概都是用連續的 在葉脈中間連續去取食 但是呢 甲蟲類的話 他會有一個小圓圈圈點小圓 因為看他嘴巴的一個結構 跟他嘴巴結構有關 所以你看會被咬痕 甚至有一些會捲起來的 那所以這邊看我就看不到是誰了 除非我看得到蟲 那我可以從這邊 所以如果你看你們的葉子上面有一個圓圈圈 比較圓的 不是有一點連續性的肯痕的話 甲蟲類的很機會滿大 那甲蟲類有個跟黃條葉枣 同群的叫做金花蟲科很大群 他有一些是藍色的 有的是咖啡色的 各式各樣的顏色都有 然後就會在那邊咬一下就離開 咬一下就離開 你常常會看不到 甚至金龜子也會出來咬食 你都不知 你看不到他 他有時候晚上來咬完 你第二天早上就看到 我的葉片怎麼被吃了 我果實怎麼被咬了一個洞呢 所以這是分享給大家說 我個人的經驗的一個分享 但不一定是絕對啦 就是這樣這一類的 那刺激式口氣的話就是 比較困難一點點 但是我把它分類成三大類 一個是這一大類的 昆蟲所取食的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是劑馬 第三個是蠻類 那牙蟲的部分的話 牙蟲它是用這個細細的針 穿刺進來 當牠要吸食的時候 牠會從牠的這個口針竅 在保護牠 平常牠會收進去 當牠要取食的時候 牠這個口針 牠會往下一直著 那這一類的昆蟲 牠們取食植物的部位 都是在圍管樹 圍管樹裡面不是潤皮布 就是木質布 那潤皮布 有時候我們會稱牠為篩管 然後木質布的話就是導管 篩管它主要的運送是什麼 養分為主 所以裡面有比較多的葉綠素 那導管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水分的輸送 所以如果水分被吸走的話 葉片會呈現什麼 有一點黃化 要有一點黃點黃點的開始出現 那如果潤皮布的話 直接吸食葉綠素被吸走了 當然就是不是白白的 就是黃化掉的 就是鶴化了 那大部分的昆蟲 刺激式口氣 都是潤皮布取食者 所以我們看到的特徵就會像這樣 直接的就被吸食走了 那這一顆是剛定植沒多久的 剛好前幾年荔枝村巷 正大爆發的時候 這一顆在園區裡面 然後在家裡面剛種 然後就發現 欸 怎麼了 然後就 我剛好他就問我 我就去看 哇 滿滿的都是荔枝村巷 把這一顆都毀了 那像這個比較特殊的 夜產類 那夜產類它的取食有在木質布 也有在潤皮布 少部分會在木質布的夜產 像這個二點小綠夜產 在茄子上面 那各位你們如果有種過茄子幾顆 上面的話 你們發現到是黃暈點 先危害一些黃點狀 那你看到這種特徵的話 你會以為是病害 我一開始我本來以為病害 有當初 我那時候才剛畢業沒多久 到農藥所沒多久 然後就有呂呂欣前輩 呂博士前輩 我就講說 我 他是病害 我就去問他這是不是病害 他就告訴我 不是 是夜產 我就很好奇 所以我就去把它了解完之後 果然是夜產 因為他的取食部位是剛好在木質布 所以他會先出現黃點 然後最後黃暈狀 然後再來是荷畫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裡大概去判斷 那所謂的小型昆蟲 大概就是這一大類 比如說有粉絲啊 牧絲啊 夜產這一類 那夜產其實在果樹上面發生最多的大概就是桃 以桃樹為主 那牧絲在飛絲牧絲 這個夜產在走路的時候他有一個很特殊 你如果不太容易判斷的話 除了他有兩個大眼睛 又因為他的 蟲體比較小 如果你不容易判斷的話 也許你可以考慮就是看他走路 如果他走路跳得有一點斜斜的走跳走跳 那個是夜產的機會很大 好 那這一大類的也都是屬於小型昆蟲類 好 那另外一個刺激式口氣式劑嘛 那也許有些的講師會 或是過去你們的經驗也許會聽到所謂的錯息式 他認為他是錯息 早期我在學校讀書我們的講 我們的我們的課本裡面教的也是錯息式 大概在1990年左右 大家已經開始把它變成刺激式 他也是同樣去做刺激式 他刺激的方式跟剛剛牙蟲粉絲是不一樣的 他有兩根針 這一根針比較長 他是用來穿刺 穿刺完之後呢 流出的汁液再來用一根針去吸食 那危害的一個部位在哪裡 大概上表皮組織 比較偏表面 所以像有一些的甜椒有一些的果實 表面被有一些疤痕 就只有危害表面 你把它皮削掉 裡面沒事 因為他危害的大概就是上表皮的一個地方 那透過他這一個穿刺 造成細胞破壞 然後他癒合之後 就會產生什麼 就會產生一些的疤痕出來的 那劑麻因為他很小 所以他特別喜歡在這個地方 棲息危害 所以有時候可以跟蠻類有一些區別開來 就是如果你看看 如果你正面看 像這個樣子的話 大概是八九不離十四劑麻類造成的 但是如果你是這邊是一片一片的黃暈狀的話 因為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是劑麻 然後他危害造成慢慢的黃化的一個情形 這是蠻特殊的這個是西瓜 往式西瓜 那你會看到他這一些的特徵 他另外還有一個甜椒比較特殊的 針對茄子來說 這一隻劑麻藍黃劑麻 他主要在茄子上面 他是在種老葉上面 但是在甜椒上面的話 他喜歡在心燒 那在這個心燒危害過後的話 他就會跑到這個 如果剛好結小果 剛好果實非常小的時候 他會躲在這個果二裡面 那當這個果實慢慢長大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邊緣地帶 怎麼在果二下面有一些疤痕 其實他就是在這個時候 所以各位要防治的點要放在這裡 但是如果比較中老葉的時候 他比較不愛 芒果也一樣 再來看 然後另外的話茶樹也是 這些都是劑麻 那茶樹 我再來講一下這個劑麻好了 就我個人經驗分享給大家就是 如果是在蔬果類上面的劑麻的話 在果實在葉片上面 不要偏向在藍黃劑麻 藍黃劑麻大概就是葉片跟果實為主 那花上面主要是台灣花劑麻 就果樹來說的話 花劑麻主要是在花期 然後小黃劑麻 他會在兩個時期 也一樣是在心燒的時間點 跟開始結小果的時候 他會進來 那針對於茶的話 你要防治的一個時間點 大概就是茶開始有抽新芽的這個時間點 那我的調查觀察的一個經驗就是 大概他偏愛在上面 大概一到七片葉的時候是他特別偏愛的 那大家在採摘都是一心二葉為主 所以你不是只有防治這個地方 你還是要防治旁邊這裡的 所以你的主軸大概是在前半段 所以你需不需要全圓的全部很均勻去撒布 不一定 你要知道你的蟲害發生的主軸在哪裡 你在防治的點你應該要放在哪裡 那其他的部分你大概是簡單掃過去 讓他有接觸到 除非你密度很高 要不然他比較不會到這個地方來了 大部分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另外填膠又 我去去年 前年 我又發現 因為早期我在做填膠調查的時候 我發現台灣花劑不是重點 因為他是吃花粉的 對於這一類的危害 主要都是南黃劑馬為主 可是因為這個另外一個品種 他長到某一個大的時候 他這裡就出現一個洞了 那剛好開花的花劑馬就鑽進去了 那鑽進去 因為花劑馬說喜歡吃胚芽的部分 又喜歡吃花粉 所以他一進去之後 他就以這個種子就開始取食種子 然後同時也會危害內部 所以會造成果實有一點點外部 看起來有一些的怪怪赫赫的一個感覺 那斑淺營呢 他的口氣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斑淺營他會造成這個樣子 他的幼蟲 他的口氣 其實我們把它稱為 也是主角式的一種 他是退化 變成一個類似口溝 然後他一邊挖掘一邊咬食 一邊挖掘一邊咬食 在葉兒肉或是在果實裡面 所以他這一類的 看這個樣子 他不是刺激式 那另外口氣的部分 就昆蟲來說 剛提到的那兩個刺激式 跟主角式口氣 是主要危害作物的特徵 那針對於大家特別注意到 我這邊寫的都是成蟲 蝶蛾類的成蟲 他的口氣是虹吸式 他的虹吸式的一個口氣的話 比較不會直接穿吃到植物組織裡面去危害 大概都是表面上的一些的露水吸食而已 那像銀類的成蟲的話 他前面會有一個像吸盤一樣 所以下次你們大家注意一下蒼蠅 他的嘴巴就是在表面上甜甜甜甜甜 所以他會不會直接危害 不會他只有都在表面上 那蜜蜂的話他就是要去吸食那一些的露水 花粉溶掉或者是一些露水 然後會用他的主角式口氣去咬一些的花粉帶回去 我們剛提到說 這些都不太會直接危害作物 但是呢 如果他有了這一顆吸果葉蛾類的話 他在晚上 他的就是他的口氣特化了 特化什麼 他這個前面的地方變得更堅硬了 更堅硬的情況下 他這邊就會有一點點刺 而且這刺又很堅硬 所以剛好可以讓他直接穿刺進去 直接讓他穿刺 就像我們吸管插到什麼 我們削好皮的那個椰子 插進去就可以吸 同樣的他就直接插進去 吸管插進去就直接吸了 尤其是在北部有一些的 剛開始最嚴重是水蜜桃 慢慢的其他的果樹也開始有一些的情形 那蜜類也是一種刺吸式 但是呢 根蜜 根蜜它不是刺吸式 它也是有一些的退化型的一些主角式口氣的一個功能 那蜜類它是一根針 一根針穿刺到植物組織直接去吸食 它也是一邊刺一邊吸 但是它只有一根針 它也是在上表皮組織而已 所以從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它只有一點一點 因為我剛說它跟技瑪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技瑪是先穿刺 先穿後吸 它是直接刺吸 所以你會看得到有一些點點點點的一個白點狀 可以出現 那 剛前面提到說 如果你看到邊邊這個地方是有一點白點點的話 技瑪的機會很大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邊有一些黃雲點狀是一片一片的話 你可能可以懷疑它是葉蜜 那細蜜的話 幾乎都是在心燒 都在心燒 那心燒會影響植物的生長式 所以它葉片的生長就會變得比較 沒有辦法完全生長看來 顏色就會變得比較厚化的一些的情形 那這一類的蜜類的危害的話 也是一樣跟劑美都比較偏向表皮 所以檸檬或者是一些柑橘類 如果表面上被危害的話 其實你輕輕一刮 裡面是沒有什麼受害的 從這裡大家就可以說 刺吸是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類來看 那這是刀細蜜危害的一個情形 那這邊我用這兩張圖也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劑碼同樣都是刺吸 蠻類是刺吸 第一個我們判斷的地方 蠻類它會有土一些的絲 但是我這邊要跟各位看的 就是說劑碼取食的穿刺的一個情形 比較會有一點一片一片的感覺 那像蠻類的話 它就是一小點一小點一小點 所以各位如果要判斷的話 太後期的特徵的話不容易看 越初期的越容易去看 那從這裡大家就是 因為填膠上面會有很多的 新梢會有劑碼 也會有什麼細蠻 那請問你會猜猜誰是 那你如果看到這邊有一些的疤痕 你就會懷疑是劑碼了 那如果純粹是一些皺縮的 沒有這一些的疤痕的話 你就要懷疑有可能細蠻了 因為細蠻幾乎肉眼看不到 你有一些的放大鏡 也不一定看得到 我們懷疑菌底下縮30倍以上了 所以真的非常的難 它是真正的一個小型害蟲 所以從這邊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昆蟲危害這邊前面也提到過 還有一些殘暖管 比如說瓜果食吟的 還有一些的分泌物 比如說那個這一類的粉絲 就是藉殼蟲類的它們的分泌物 會帶有糖分 那個糖分的話會落在葉片上面 那空氣中的落成就會黏在上面 空氣中落成一定會有其他的微生物 所以會造成一些的酶物病 那另外的話就是 有一些植物病原菌 它可能會讓這些昆蟲來傳播 那剛前面提到的大概口氣主要的危害 就是這兩個 那西果葉兒比較特殊 它也因為它久在晚上出來 它的幼蟲比較不會在果園裡面 它會大部分都是在 園外的其他的雜苓裡面生存 它只有成蟲在晚上才會出來 因為它是夜形性的一個昆蟲 那殘暖管措置危害的話 大家都知道果食吟類 瓜果食吟 它是雌蟲把卵產在果食裡面 然後孵化的幼蟲就在果食裡面 取食了 取食完要爛掉 爛掉以後就落果 那如果留下的這一些的殘暖孔 你會有商品價值嗎 沒有 所以我把鑑定為殘暖管 所造成的一個危害的一個影響 那另外斑淺營除了剛剛用 它殘暖卵在這個葉片裡面 然後又從取食造成隧道的一個危害痕跡 那是一種危害 另外斑淺營的成蟲 它在殘暖的時候 其實這一類的昆蟲 它在殘暖的時候 它都會把它的殘暖管拉出來 然後呢 慢慢的在穿刺 測試測試 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做果食吟的 所以我做它的行為觀察 它會把那個殘暖管真拉出來 然後就一直在表面上一直拍打 拍打完它會輕輕刺一下刺一下 然後適當它就啪啪進去就殘暖了 斑淺營的成蟲也是 因為它也是營類 所以它會先穿刺 所以針對一些很嫩的葉菜類 那我當初拿到這個樣本的時候 我以為是病害 我就拿過去問病害 欸這是不是繡病 它說不會 這個作物上面 不可能會有繡病的發生 請教一下 我月初才經歷 我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們那個聯誤還有我們那個麻辣 都沒有在抄 都沒有抄帶 但是感覺沒有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 不需要想說我們台灣是 你要看你的 你去的那個位置 你的位置的環境 還有他們當地的果實營 那我們目前國內東方果實營 就果樹來說 東方果實營密度太高了 那他們在 其實有時候 墮魚少防治 反而會可以留下更多的寄生蟲 因為果實營他們有 庸的寄生蟲存在 那我們台灣早期有人做 但是量太少了 控制不下來 那我說斑淺營這部分 你看大家這邊有看到一些小洞 其實就是蟬團穿刺所造成的 另外有一種葉蜂類 譬如說葉蜂的話 張樹上面比較容易常看到 它的幼蟲跟毛毛蟲很像 所以你看到葉蜂類的 牠的毛毛蟲類的 牠不一定蘇利菌有效 因為牠不是靈刺牧類幼蟲 靈刺牧類的蘇利菌是吃進去 因為蘇利菌吃到昆蟲體內 昆蟲的腸膛是鹼性的 它才能把那個包子解離出來 我們人吃了為什麼會沒事 因為我們人的腸胃是什麼 酸性的 所以我上個 上上禮拜 在彰化那邊上有機 有一個農民來跟我問說 蘇利菌聽說某一個營養師跟他說 不可以用 因為吃了之後 會造成人的腸胃穿孔 我說那個觀念錯誤 他對蘇利菌不理解 只有針對昆蟲來說 牠會腸胃穿孔 對人類不會 為什麼 酸鹼度差太多 因為牠要在9以上 才能夠解 把那個包子的B解出來 把毒蛋白釋放出來 所以會差很多 那葉蜂類的話的成蟲 牠會產卵在 牠會用牠的產卵管像剪刀一樣 會剪一個小洞一個小洞 然後每一個洞裡面牠會放卵 那這樣子的 這個地方是植物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氣孔 進出的一個 氣孔交換的一個 呼吸交換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如果被破壞呢 所以我認為 牠也是因為殘暖管 導致的一些的 造成植物的一些的 危害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殘暖的部分 芒果上面的小黃劑麻 小黃劑麻 牠殘暖都在葉肉組織裡面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講 這支藥對劑麻的卵很有效 我都會打很多個問號 因為牠都在葉肉組織裡面 因為譬如說牠就這個 牠產在這個葉脈裡面 然後孵出來的卵 才會那個幼蟲才會跑出來 那因為這個中脈的地方 牠主要的一個 是我們運輸很多 運輸的一個主要的一個 運輸的一個管道 所以這一個地方 如果被破壞之後 牠葉片的生長度就會不好 生長式會越來越不好 最後會影響牠後面的抽燒跟抽稅 那抽稅之後花劑麻就進來了 但是如果小黃劑麻 牠主要是在這個時間點會進來 但是如果開始抽花稅以後 這一些的葉片會變得比較老一點點的話 你會發現到旁邊有很多的危害 這個很明顯的是劑麻危害 可是如果在這個時間點很難找到劑麻 劑麻就一兩隻而已 密度很少 但是開始開花 開始結小果的時候 牠又進來了 小黃劑麻又進來 進來哪裡 躲在這個地方 那些有一些的花 不是很多的花瓣啊 睡在那裡 牠就躲在那裡面 當你沒有去注意到果實長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準備要去套蛋 你會發現 我的果實表面怎麼開始有些疤痕了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 花劑麻是造成這邊的一個危害 其實不完全 我有做過大概一年多的一個調查 這是我的個人的結論 好 另外一個四季豆 那四季豆我剛說 它軟 都是產在組織裡面 那這個是羽化出來的 那我們市面上看到的這個 其實你怎麼去撥都撥不到蟲了 我們也嘗試在田裡面找到 即將要採收的那個上面有 這一些的水晶狀的一個點點 那我們採回去都找不到任何劑麻的中肌 包括它的卵 那個卵我們要輕輕的在顯微鏡底下慢慢去挑 才能把它找得到 但是我後來我就開始在調查的時候 我盡量慢慢的往它鬥夾 因為剛出來的時候 鬥夾剛出來 一點點不是會被那個花瓣包住 被花瓣包住 那時候豆花劑麻又進去 因為豆花劑麻 這些的花劑麻都會吃花粉 但是它只要一瘦粉完 那個鬥夾開始出來的時候 它就開始做殘暖 除了用它的口氣直接危害取食 造成一些疤痕以外 另外它會殘暖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那麼小的豆角帶回來 剛好在顯微鏡底下看的時候 剛好這一隻 這一隻劑麻要突出來了 所以這裡要跟各位講 劑麻的卵沒有藥可用 但是如果某人跟你說 這一隻藥對粉絲的卵有效 我們可以嘗試 那年年春有藥嗎 年年春是什麼 沙朝劑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隻藥 很舊的藥嗎 那個其他的藥的話你說吸收 可是你看喔 你從根部吸收到植物體上面的時候 你覺得 你怎麼吃東西 跟你吃東西 不是 小孩子可能吃四分之一 利的藥就有效 你為什麼要吃到兩粒 那我們有一定的劑量對不對 所以植物體在一秒起的時候 它容易從根部吸收 但是到這個時間點 真的最后只能用噴的 才比較有效 這是跟藥劑劑量有關 沒效 所以你還是要等他出來 另外一個間接危害的話就是 煤煙病 剛有前面講提到一下秘露 那大家有沒有想一想 為什麼 都是在上 這些煤污病 都是在上胃液 都是在液面 不是在液背 蟲子不是都在液背嗎 液背上面不是會有產生蜜露嗎 好 你當就是 好 加把蟲 它是為裡面吸收是早期而已 所以如果以玉米來說 早期的話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 有些人會先在地上用 接著下來會做什麼 會在雄蕊開始抽的時候 不是會放在一粒一粒放在上面 就那個時間點 所以它大概60天的功效 但是如果以植物體 這樣子直接吸收 又會被土壤 直接的分解一部分的話 其實你要讓它直接造 開始開花結果起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的有效性 非常非常的低了 好 那這個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就在上面 因為蟲子在液背 它分泌的蜜露往下掉 重心 重力的 對 就會掉到下面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的都是這個 好 這是粉絲 這小黃瓜的農友 我看了我都快 快頭透了 好 那接著也跟各位提到的是 那個傳播病毒的一個觀念 這個我今天課程不是 讓大家去認識病毒 而是要知道你如何去了解它 來做一些的病毒的一個方式 那病毒傳播主要來自於幾個 第一個 昆蟲是一個代源者 第二個是你的手跟你的剪刀 那如果沒有這兩者 因為你沒有去注意到 這一顆已經得病了 那你看到它長得不好 你很順手就是什麼 摘了一下了 你就不知道你的手 或者是你在採摘的時候 請工人在收成的時候 剪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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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管 所以到時候監獄說 你如果覺得疑似病毒病 你就把它綁起來 那我今天要講 這個是跟你的防治有關 第一個就是說 當這一隻蟲子 它吸到病毒的顆粒的時候 如果這個病毒顆粒 只有在昆蟲的口氣前端的時候 它只有幾秒鐘到幾分鐘的時間 會把毒傳出去 好 這一類我們把它稱為非持續性 那最明顯的例子是什麼 木瓜 木瓜為什麼蓋了網子之後 木瓜輪點毒素病消病就比較少了 很多人就說 你如果沒有蓋網子 肉粒種不起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傳播病毒的這一隻牙蟲 它是非持續性的 所以我只要讓網子 當隔絕起來 然後我這個昆蟲 停留在那個網子上面幾分鐘之後 它毒就不見了 所以即使不小心到你的園區裡面去 它傳播病毒的能力就沒有了 所以這是一個用阻隔方式 來做為一個防治措施 如果這病毒到昆蟲體內 但是它可以留在它的腸道這一段的話 那表示什麼 它能夠傳播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它可能幾個小時到幾天 那這個案例大家也很熟悉的 就是瓜類脫綠黃化病毒 就是葉片到最後會有一點黃化 那葉片黃化的時候 葉肉會發現葉肉是黃的 葉脈是綠色的 它是半持續性 所以你知道它半持續性表示說 它可能幾小時之後就不會傳毒了 或是一兩天就不會傳毒了 所以我在種定殖初期的時候 要特別要去注意到什麼 我的健康種苗的來源 是不是健康種苗 第二個你在種植的初期 如果你還沒有種 建議如果你的苗放在旁邊 不要讓它露天 最好用個網子照一下 那網子照一下的時候 你起碼降低外來的粉絲 那粉絲如果萬一它帶毒了 它把毒傳到你的苗 再動到定殖到你的園區去 當然你散播的能力會更快 所以定殖的初期的維護很重要 包括如果你疑似病毒株 你要盡快去把它移除 然後也要注意特別注意是粉絲的一個防治 但是如果這個病毒到這個昆蟲體內 它可以一直做循環的話 我們稱它為持續性 持續性是什麼 它只要活著的一天 它就一直傳毒 它就會一直傳毒 如果這個病毒 可以在昆蟲體內繁殖 我們稱為繁殖型 如果不會繁殖 我們稱為非繁殖型 不管它是非繁殖型或繁殖型 它都是活著一天 它就會一直傳毒下去 所以這類的病毒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牙蟲所傳播的這一些的一個病毒 那如果牙蟲傳播 有些是持續性 有些非持續性 也是半持續性 不一定 那目前的話粉絲在傳播的 有捲葉病毒 還有番茄推力 其實這個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田間調查的時候 我們在檢測 其實它佔比有一點點快要比它強多了 那我們現在也發現到 這一個病毒開始在田椒上面散佈了 我最近在做田椒的時候 在新港地區發現驗到病毒株的越來越多 是番茄黃化捲葉病毒 是泰國病毒株 這個已經得病毒了 沒要了 你 沒要了 你如果說這一個時間點的話 我會建議說 你不用整株拔除了 你大概稍微把它 把這個拔上來 你不要再去破壞太多 我建議你那時候就把它拔上來 你不要刻意把它拔除 你把它離定 讓它吸收不到水分跟養分 讓它慢慢尾掉 不會你就讓它慢慢尾掉 讓它不要接觸到土壤 因為你如果硬把它整株拔掉 怕它旁邊還有其他的虛根 會互相交錯 那旁邊如果是健康的話 你就會把那個 有可能 會把那個病 因為病毒 黃化捲葉病毒 它是系統性的 所以有可能會連根 不小心就會穿 就會帶過去 所以如果已經到開始採收的時候 我建議通常都是不要拔除了 你可以稍微把它離定 讓它吸收不到 讓它慢慢的尾掉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 光臺退率黃化病毒 那另外一個半持續性的 大概就是玉米退率斑駁病毒 它是用是玉米劑碼傳播的 所以如果這個傳播的病毒 這個劑碼的話 如果那時候在嘉義地區 在我那時候 我這個園區是在大理 台中市大理區那邊 那它非常的嚴重 後來我查詢一下 是玉米劑碼所造成的 那時候我就建議它先把這隻蟲壓下來 那果然後續的話整個嘉義地區的話 也是防治了劇碼之後 這個病毒的發生比率就降下來了 所以各位要做防治 你要為什麼我講的 我不是在跟我講病毒 介紹病毒 而是在知道說病毒跟昆蟲的關聯性 你如何採取防治措施 那另外一個細菌性的是 柑橘牧師所傳播的黃濃病 那黃濃病因為它是木本植物 所以它不是像草本很快的 就很呈現出病症出來 所以它會從一側慢慢的黃化 然後所導致慢慢的 讓影響你的生長式 好那我們再接著來講 那接著這一個部分 我也是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針對這些的小型昆蟲 牠們的生活史 你要知道牠的生活史的重點 是在哪一個位置上面 你要防治你才知道 那個方向在哪裡 第一個我們來談劑麻 劑麻就是牠成蟲產卵在葉肉組織裡面 主要是葉肉組織 有些會在花瓣裡面 甚至是花的那個像脂肪一樣的 脂肪的表面裡面 孵出來的幼蟲的話 牠才會在葉片上面 然後牠會脫掉一個皮 然後再長出新的皮之後 就會變成10、20 但是大部分大概有70%左右的劑麻 牠們在準備從20要到30、40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牠會到土壤裡面去棲息 然後這個時間點牠們就不太吃了 牠們就不太吃了 然後要羽化的時候 牠們會在從土壤裡面 慢慢的再移回到植物體上面 所以大家要看到這一個環節底下 各位要防治的對象要放在哪裡 這個時機點的話 牠可能對藥劑感受性會比較高 這個時間點感受性會比較低 那這個時間點呢 即使牠是在葉片上面 牠也不太吃 所以如果你用化學容藥 要讓牠吃得到 除非你是接觸到 否則的話藥效是不太好的 然後這個是在 所以讓各位看的是這個循環的 一個生活環的裡面的主要的幾個點 讓大家知道說 你防治要放在哪裡 那牙蟲的部分的話 牙蟲在國內幾乎都是走這邊的 所謂的胎生 就是牙蟲長出 牙蟲的媽媽長出 牙蟲的小孩子出來 那牠有分無刺跟有刺型 有刺型主要是針對於 當栖息環境非常擁擠的時候 牠會下一代的牙蟲 有一部分下一代牙蟲會長出翅膀 可以作為遷移到一個另外一個新的領域裡面去 所以大部分走的都是這一段 但是少部分會有有性生殖 這一段是屬於無性生殖 有性生殖就是會有經過卵 所以會有熊蟲跟蚩蟲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是目前 在台灣只有在梨樹上面的梨柳芽 梨柳芽牠是走的是這一塊 它是用卵在躍動的 那粉絲的部分的話 粉絲的卵它是散生或者是稍微 一粒一粒的 它會生在那個葉片的表面上面 那孵出來的幼蟲的話 它有六隻腳會走路 它會去走路 那像譬如說一些頓戒殼蟲類的 或者是一些硬戒殼蟲類的也一樣 當它的卵孵出來之後 一粒蟲是有腳可以走路的 當它找到適宜的環境之後 它會脫掉它的皮 長到新的皮出來之後 它的腳全部都不見了 它不見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增厚 就是說它會脫掉舊的皮 長出新的皮然後越長越大 但是它就是一直固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羽化出來的 會變成一個粉絲的成蟲 那所以會傳播病毒的是誰 這一段 這一段 那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季馬傳播病毒很特殊 就是西瓜銀般病毒 或者是瓜蕾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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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它比較特殊是 它是在這個時間點獲毒 這個時間點獲毒幾乎不會傳毒 也幾乎不會獲毒 那這個時候更不用說 所以它這個時間點獲完毒之後 到這一個時間點它才會傳毒 所以為什麼在國內的傳播病毒 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像國外那麼嚴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的這個 也許是我們病毒的那個特性 比較不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本來要 因為這次是講小型混蟲 我就把果實銀拿掉了 蠻類的一個生活食的話 第一個就是這是成蠻 它產的軟 它會在葉片,或者在葉片上面 那其實有時候你會看得到 在顯微鏡下感覺上好像 我就常有時候有點紅紅的 我可以把它描述有點像什麼 櫻桃 有點像非常非常小的櫻桃 然後它會有一點吐絲 或者是一個就黏在這個葉片上面 孵出來的這個蠻 它只有六隻腳 我們稱為右蠻 再脫掉一次皮的話 它才會變成八隻腳 一直到成蠻這裡 所以有時候你會聽到說 蠻是八隻腳 不完全 只有在成蠻的這個時候 它是八隻腳 例外 秀蠻 結蠻就是秀蠻類 它只有四隻腳 只有什麼 在前面 四隻腳 在你們前面那個 我們在講蠻類的圖裡面 有一個胖胖白白的 前面只有四對腳 大家要不要回頭去看 我回頭給大家看一下 回頭 秀蠻 它平常看是這樣 然後顯微鏡放大以後 就只有1 2 3 4 然後它的長相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秀蠻的腳只有四隻腳 不是八隻腳 所以八隻腳也不完全定義 但是你只能說蠻類的成蠻 大部分都是八隻腳 但是它的右蠻都是六隻腳 好 那IPM裡面我剛前面提到說 你的紀錄很重要 還有你的經濟利益很重要 那我們談到IPM 大概會有兩個重要的一個名詞 一個叫做經濟危害水平 一個叫做經濟容許限度 我比較喜歡用到的就是 防治法制或是防治基準 因為由你來做決定 那這個經濟利益的考量 也是由你來做決定 那所謂的經濟危害水平就是 我如果你稍微不去注意防治 你永遠都不去注意防治的話 那有可能你要投入的成本會更多 你存在成本 你可能就會沒有利潤 所以我在還沒有 會失去利潤的這個情況下 我要讓它在還沒達到一個 我還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 我開始採取這個的防治的一個啟動點 所以監測跟評估在IPM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過去大家不是IPM只有用這些的資材去做防治而已 那只是一個綜合防治 決策來自於你要有監測 你才能去做評估 那其實我一開始很早很早以前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的老師是把IPM帶進來的一個陳秋南老師 他那時候就很重視監測調查 所以他也寫了很多取樣調查的一個方法的書 一些的文章 我那時候在開始教IPM的時候 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監測的重要性 還好剛在2015年的時候 在紐約的這邊的他們州也有一個IPM的一個 推廣的一個系統 他特別寫到這一句話 如果沒有做監測你沒有在執行IPM 還有另外一篇文章 監測是所有IPM的一個骨幹 那代表什麼 你沒有監測啊 你如何去做評估 你如何啟動你的防治基準 你的經濟利益的定義是從哪裡來 你就沒有辦法達成的 那所謂的經濟危害水平EIL的話 我們這邊用一個案例就是說 如果在這一個葉片上面 他的最高的負債量 如果這一個牙蟲超過100隻的話 或者是粉絲假設超過100隻 粉絲不只 假設超過100 我們來用高麗菜好了 高麗菜上面小菜如果超過100隻會是怎麼樣 你幾乎沒得收成了 這是你最大的負債量 你100隻下去葉片馬上就吃光光了 那如果我在這個 經濟危害水平的時候 我如果在這個時間點才要去防治的話 那我可能要很大的力氣 才能慢慢把它壓下來 壓在哪裡 壓在我認為我可以忍受的損失的範圍內 所以一般昆蟲的話 他大概是在這邊在波動 當他的波動過程裡面 如果環境適宜的時候 他就會上來 那我們發現監測發現他上來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我就要趕快採取防治措施 如果你不採取防治措施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你要用到的一個力道 是不是要 第一個我要先降到這裡 第二個我要才能把它降到這裡 所以你所投入的成本會更多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監測很重要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資材 或者是透過各位的紀錄 知道有哪一些的化學容藥的有效性 高中低 你能不能自己去做上一個紀錄 那我就提出所謂的兩階段的一個IPM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用這個簡單的數學來看的話 假設脂肪酸炎對牙蟲的防治率是40% 如果一片葉子上面有100隻牙蟲的時候 我來用它 我可以死掉40% 會留下60隻 但是如果我在30隻時候來用它的話 我留下的牙蟲只剩18隻 那牙蟲會不會長大?會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簡單的個族群增長的一個公式 帶進來之後 假設我現在噴完之後7天後 它的牙蟲葉片上面會增長到200多隻 18隻的大概幾十隻而已 所以你可能幾十隻你可能感覺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增加 可是原來100隻突然間增加更多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 因為一個葉片上面稀疏的跟滿滿的 你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滿滿的你會覺得沒有效果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讓大家去做紀錄 那所以我要在這個時間點來採取防治措施 那這個防治措施是用的是什麼? 過去我們在談到IPM裡面都是這一個點 在化學農藥的這一個點 但是哪一個時間點適合來釋放天頂 哪一個時間點可以適合使用這一些友善制措 友善制措大家都知道它的防治率非常的比較低 偏低 所以你要在比較不嚴重的時候來用 那你如果要釋放天頂 一樣在這個地方釋放天頂 不要期待它是拿來做防治用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些的資材 先把這個害蟲的密度壓到一個 我可以忍受的量之後 我來釋放天頂 釋放天頂的目的是 調節控制這個族群的 害蟲的一個族群的一個數量的波動而已 所以不要太期待要去做釋放天頂 如果你要做釋放天頂作為防治 你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可能你看到一隻害蟲 你可能要釋放到一千隻兩千隻以上 所以監測的IPM監測的一個目的是 你可以做決策的一個擬定 那還可以透過你的這一些的紀錄 你知道過去的發生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的預測預警 那接下來你有哪些的防治措施可以採用 這個嗎 沒有 這是一個示意圖 這是一個示意圖 那只是要跟各位說 你如果在適時的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再來防治 可能你會寫本無歸 你的沒有利潤了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時間點用 對 對 所以紀錄很準 沒有 沒有 因為你有兩塊田 你的A田跟B田是不一樣的 狀況會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一體試用 沒有 我現在正在做番茄上面的粉絲 就是期待明年 我今年有用模擬做出一點東西來了 沒關係有空的話 花蓮廠很多人可以問 那另外監測的一個就是 你可以提供你過去的紀錄 給自己做一些預測跟預警 那所謂的預警的部分就是 我們在IPM裡面應該就是 以這個金字塔來看 我們希望是先用一些天然的方式 來控制這些族群的密度 當你不行的時候 我再來採取這個防治措施 真的最後手段採用到化學農藥 所以會有所謂的兩階段的一個 防治基準線 那各位要記得就是 你採取防治措施最重要的 大概就是我要降低受害的比例而已 控制損失在我可忍受的範圍 第二個你在什麼時間點來採取防治措施 尤其是天敵或者是這一些友善之材的一個應用 如果你用到化學農藥的時候 你也要知道這些化學農藥對某一類的 你在乎的那一些害蟲的一個 藥劑的感受性的一個情形 那最重要當然是要有一些抗藥性的一個管理 那這只是因為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監測 那主要是說你要去算一隻蟲嗎 不需要做IPM不需要非常的精準 做研究的人才需要很精準 你只要告訴我說你這一片葉片上面 牙蟲密密麻麻佔的比例是多少 那你可以給他不需要很多的一個等級 那你如果太多也沒有意義對不對 所以在你自己範圍內 你自己心裡面的那一把尺 你自己把它定義出來 那這個一把尺就是慢慢一次兩次三次 慢慢你自己就會做出自己的一個監測的一個 紀錄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也是我們嘗試做成這樣 這個表單給農友去做失敗 我做了好多個表格都失敗 所以我推了三年的監測 我自己有一點灰心了 都只有研究人員自己在做 農友都做不到 我其實我最想推在哪裡 有機農友 你才會抓到適當的時間點 直接去做防治對不對 慣性農法他們第一個想到 為什麼要我直接打下去就好 但是有機的話 後面我有一張一兩表 兩張表兩張圖 就是要跟各位提到有機 因為花林地區有機友善 佔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農藥使用的一個紀錄 這個農友是一個茶農在竹山 他到目前為止還繼續在做 還繼續在 這是唯一我驕傲的一位 那他自己會做這一些的 因為我後來跟他講說 從Google開一個雲端 我先開一個雲端給他讓他填 填完之後我就請他下載 變成自己的 第一個他就會去說 我用了哪一些的藥劑 這一些的藥劑的話 我用了多少的量 他現在用的都是我們上面寫的 都是我們標 要標裡面 或者是農藥資訊服務網裡面寫的 下一堂課我就要挑戰這一個了 那他也會稍微寫一下 他在這個情況下 我用這個樣子 他自己會有效沒效 自己心裡面 他就會一直去調整 那他在那一段時間比較 經常會去跟我做一些的聯絡 那我到目前為止 他的用藥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應該是我前一陣子 還有跟他聯絡 那感覺好像有一些的穩定了 那害蟲防治的一個部分的話 大概可分為是 耕作防治抗性 除了基因以外 耕作抗性物理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在原來的本田裡面 一開始操作的時候 我們盡量利用這幾個措施 來降低這一些的 蟲害的一個發生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保育天敵 那最後不行的時候 我們才用這一些的資材 來做一個防治 那轉基因的做 轉基因在台灣不能種 但是大家進口 大家知道是哪一個產品嗎 農產品 玉米 對 玉米為什麼 蘇力菌 他把蘇力菌毒蛋白的那個基因 塞進去 塞到玉米裡面 然後他就可以什麼 因為為了要防治球形菌層 跟玉米泥 他就不用經常去噴蘇力菌 他只要吃到蘇力 因為剛提到蘇力菌要吃到 才有效對不對 就讓他吃進去 所以他就不需要噴了 轉基因玉米 主要是什麼 導入蘇力菌 防治那些零次木類的 那耕作防治 當然是輪作大家都熟悉的 淹水也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 我們有一些的季壁植物 或者是幼影植物 來可以做為一個防治的一個措施 那現在也有人把季壁跟幼影兩個 合併在一起使用 叫做推拉防治策略 那這個最次前景大概有六七年前 開始為了非洲地區為了防治秋形菌蟲 有機農民的秋形菌蟲的一個 玉米上面秋形菌蟲的防治 發展出來的一個推拉防治策略 就是把季壁跟幼影兩個同時來使用 那最近我也碰巧看到一邊問他 但是我還沒有細讀 還是不要講明天復翔來講 他應該不一定會講到 避免你們問我不講好了 因為那個有點敏感 對有點敏感 所以先不講好了 還有針對於小型昆蟲很重要的 就是修枝是修葉跟淡肥不要太多 因為淡肥多大家知道葉片會比較鬆 比較軟 然後刺激是口氣更容易刺激 所以他們偏愛 那刺激越多比例越高 傳播病毒就會越快 另外一個 這些小型昆蟲都有聚集 所以你如果不給他通風性很高的話 他就聚集在那邊特別喜歡 然後密度越開始越來越高 他就會慢慢的分散出去 所以修枝修葉很重要 另外還有就是淡肥不要適用太多 最重要是什麼 其實所有的工作來自於最基本工 就是田建衛生跟清源 但是這個是大部分農民都跟我說 這是他們的痛幾乎都很難達成 但是如果你有達成的園區的話 其實病蟲害發生真的會改善很多 所謂推拉防治策略的話 針對於秋行菌蟲的話 它這是玉米 然後這個是營業藤山 就是西班牙山葉草 它針對於秋行菌蟲來說是疾病 但是狼尾草對於秋行菌蟲來說是 偏愛的一個技術植物 所以這邊就是在告訴秋行菌蟲說 這裡你不要來喔 就是它跟玉米種在一起 然後這裡有你不喜歡的 但是我告訴他們 這裡有你喜歡的 你要不要過來我這裡 所以讓這一些秋行菌蟲 盡量維持在狼尾草這個地方 然後藥房治也頂多在這個地方 優先去做防治 另外一個是什麼 這邊也可以採下來去做什麼 飼料對不對 可以餵一些的動物對不對 它是算是一個 應該是牧草啦 那早期這個營業藤在清淨那邊 曾經推過 但是我那時候本來有嘗試要做 後來我沒有去問到 所以我沒有買到它 據說有人有拿到的 這個只能有機 沒有 沒有 然後 銀業藤它 銀業藤的話它是豆科植物 它是豆科植物 所以你再番禮下去 是不是又可以固炭 所以是一舉兩得 所以這個也可以 但是這個因為它是有機農田做 面積不能大 推拉防治策略不能在大面積做 會看不出效果的 然後物理防治的話 大概就是有手補網補 燈光幼極跟顏色的 顏色幼極的部分的話 這邊跟各位提到說 大部分大家都會說 藍色是針對劑馬 其實有一個比較 小黃是黃色效果特別好 所以各位如果你種植的是一些果樹的話 果樹上面主要是什麼 小黃劑馬 所以我建議你用黃色就好 那藍色的話 對於大部分的劑馬偏愛 偏愛藍色是對的 但是藍黃劑馬又特別的偏愛 所以如果你的西瓜園或其他的 如果主要的是藍黃劑馬 我就會建議你們要藍色要掛 然後如果是果樹 其實小黃劑馬就夠了 那另外過去我們都用燈光幼極 這兩年開始有做一些光照的一個區蔽 利用那個昆蟲的一個特性 行為特性 那往事這些套袋 都是一些阻隔的一個保護 這都是屬於物理防治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物理防治的話 還有就是黏脂這個部分 這是西瓜 我們為了防治粉絲 會畫了粉絲跟牙蟲 我們用黃色的 然後為了防治藍黃劑馬 所以我們會兼設置的那個藍色的黏子 那這兩個是燈光的幼極 那燈光的幼極 如果以這一個 如果你園區裡面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光源沒有電源的話 大家可以使用那個LED小型的那個手電筒 你可以掛在這個地方 那下面的話加一些水 水裡面要滴兩三滴的清潔劑 因為清潔劑裡面就是界面活性劑 昆蟲的體表表面上面 它有質類的一個物質 這些質類的物質 我們知道洗碗 碗很油的時候是洗碗精洗一洗 是不是就容易清乾淨了 是因為它這些界面活性劑 可以把油跟水做分離 那昆蟲的體表表面 稍微有一些質類物質 所以我透過界面活性劑 把它的質類物質稍微把它融出來 它就會沉下去了 它就不會再往上爬起來了 那這兩個是根據昆蟲的一個特性 做出來的一個光照的一個驅病 這是針對荔枝細蛾 荔枝細蛾白天它很小吃 它白天是躲在荔枝跟熔岩的一個樹冠層裡面的 一個小枝條的一個位置上面 或者是葉背 所以你看不太有搭 而且它也不太會移動 它只有在太陽下山的時候 昏暗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飛起來膠尾殘暖 所以透過這樣一定的光照強度 讓它覺得說我現在還在白天 還沒到晚上 所以它就不會飛出來做活動 或者是飛行的能力比較不會那麼強 因為是在落光的一個情況下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達到 控制荔枝細蛾的一個密度 危害那個荔枝果實 那這個旋轉式的閉蛾燈 就是剛前面提到的那個稀果葉蛾 它也是晚上才會出來 所以同樣的也是製造一定的一個光照強度 來讓這個稀果葉蛾能夠覺得 現在還是白天我就不要出來活動 另外生物防治的部分 大概可以分為捕食性跟寄生性 寄生性天地大概比較熟悉 大概赤岩卵寄生蜂 還有貧富小蜂 貧富小蜂跟赤岩卵寄生蜂 這兩個都是針對卵寄生的部分 那這個寄生蜂是把卵 這個寄生蜂成蜂把卵產在昆蟲的體內 在昆蟲體內之後 它這個幼蟲蜂的幼蟲 會以這一隻害蟲裡面的體液當作營養 直接慢慢吸食 那或者是它產在這個卵裡面 也是以卵裡面的養液為主要的營養來源 但是有兩種方式 有些就會直接在裡面吸乾了 它就在裡面化蛹 然後羽化出來的就是變成一隻寄生蜂 有一些的話像這個紋白點 它的表面在外面 也許你們有時候會看得到 外面有好多白白的像鹼一樣 其實這一個就是寄生蜂的蛹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話 這一隻蟲已經死掉了 它已經被這一些寄生蜂寄生了出來的 那另外的話捕食性天地 你這邊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草菱 草菱它又把那些的 它的蟹蟲吃完之後 蟹蟲它的表面上 以後有一些的 它頭殼跟它的外骨骼會比較堅硬 比較堅硬的情況下它吞不下去 所以它會把它背在它的身上 所以你如果發現到很髒很髒一坨在動 它草菱的話 表示它吃得很多 它吃越多它背得越多 另外這一隻很像蜜蜂的 大家如何去看它是蜜蜂還是食牙癮 它產完軟在這個葉片上面產完軟之後 它的幼蟲是特別喜歡去吃牙蟲的 其實在各位的園群裡面 應該是經常看得到這一隻 銀它身體比較黃黃比較長一點 細細長長的 但是還有一種叫做鹿子兒 鹿子兒的話它這邊的 它的感覺會有一個動一個動的感覺 但是它比較像蜜蜂 但是你可以從哪裡判斷它不是蜜蜂 銀類它只有兩隻翅膀左右各一個 如果是蜜蜂的話它就會有四隻翅膀左右各兩個 你從這裡直接去判斷誰是食牙癮了 那食牙癮在的話你就要很高興 為什麼 它有可能會在你的園區裡面製造更多的一個天敵 那還有其他的一個捕食性天敵 小黑花春 斑斗羽芒春 捕之蠻類 還有螳螂它是肉食性 也可以拿來當作捕食性天敵 如果你比較不常用藥防禁的農田裡面 如果葉蜂比較多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像蛆一樣小小的紅色的 這一隻小英文 其實它的成蟲跟那些的迅銀長得很像 那它會專門吃蠻類 那印度石蠻技蠻的話 它這邊有六個點成蟲 它有六個點 它的幼蟲的話會比較白 比較大隻一點點 那主要它們都是以燕蠻為主要的食物來源 那如果在應用性天敵的部分 你在釋放要特別去注意 第一個就是天敵在走勢的時候 因為天敵它要有食物來源 一定要有足夠的食物來源 才能維持它族群的一個數量 所以它的族群的走勢 永遠都是在害蟲的後面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要來控制它 要能夠壓它 你的數量要達到非常高量 那這是荔枝春象用荔枝 貧富小楓在做實驗的 就是中國大陸他們的文獻裡面 提到說如果一顆荔枝樹上面 有荔枝春象成蟲 如果是在30枝以下的話 你釋放的量大概200枝到300枝就夠了 但是如果隨著量越多的話 你釋放量要相對要更多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做天敵做防治的時候 我剛提到我們來用做控制就好 你如果要真的達到防治的一個效果 你的成本大家都買過天敵吧 非常的貴 我自己做你們還有補助我們都沒有 我們去買來做實驗 或是在農民田間裡面去釋放 都沒有補助的 所以這邊寫到的是 天敵的一個捕食性天敵 它偏愛的一個取食 其實大部分都是廣食的 這邊寫出來只是說 它特別喜歡誰 那你下一次在選擇的時候 你可以優先考慮來釋放 到底是瓢蟲啊草林啊 或者是花春象類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煙芒春象它是雜食 它不只有會去取食粉絲的弱蟲 而且它也會吸食植物體 那也有人在文獻上面說 如果我在旁邊種植的胡麻葉 可以來養這個煙芒春象 好我們就是在剛剛很多 小黃瓜上面有很多美燕病的 那一塊田去做 所以我宣告失敗 你看這些白點點 其實這邊有很多的草林在 那個煙芒春象 那這些都是煙芒春象取食的 那我們有調查這些的 或麻葉上面的葉片 上面有非常多的粉絲的幼蟲 反而我們在旁邊這一 旁邊我沒有拍到 旁邊這邊的小黃瓜園區裡面 很少找得到那個煙芒春象 它反而在這邊活得很好 所以我就宣告失敗 所以我本來打算去呢 要在那個高雄美濃那邊 因為他們不是前兩年因為 黃化卷越病毒導致全軍覆沒嘛 所以我就導進去IPM 嘗試要去導進去這個 那時候我在這邊做 那同時也跟他們建議他們做 但是我這邊做完 輪到他們的時候我就放棄了 那但是呢我還是希望導進去天敵 那我後來導進的是草林 因為其他的都大部分就某一家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 某一家在賣都很貴 然後後來現在有自動化生產之後 有某一家它在生產草原 非常便宜 我一塊那一分地 我一次是放一萬隻 其實他如果依照他給我的數量是一萬 大概一萬四千隻左右 但是會有死嗎 我就假設我放一萬隻 一分地放一萬隻 包括他寄送的成本 運費不到兩千五 不到兩千五 真的 所以我放了三次 三次也不到一萬塊 是用我的價 如果各位你還可以去申請補助 一公頃最高一萬塊的補助對不對 所以我目前的話我嘗試要來用草林 因為他便宜了 我可以找得到便宜的 所以我要來嘗試看看有一些的 我現在是著重在粉絲 微生物農藥的話 目前大概有細菌 真菌跟病毒 那真菌用最 細菌用最多的大概是酷斯素粒菌跟臉質素粒菌 那這兩大類主要是針對蝶兒類的幼蟲才有效 然後病毒跟素粒菌一樣都要吃到才會有效 如果沒有吃到是沒效的 那目前有登記的大概是甜菜葉兒核多角體病毒 那甜菜葉兒核多角體病毒 那甜菜葉兒核多角體病毒 目前登記的這一支的話大概不容易買得到 我們也期待明年我們農藥所開發出來的 甜菜葉兒核多角體病毒可以上市 那我們現在做出來是跟素粒菌一樣 都是粉末狀的水分散粒劑 好那我們今年接著下來花蓮場這邊 也會協助我們做甜菜葉效試驗 那如果這個試驗報告如果順利產出來的話 希望在明年能夠計轉成功 然後大家可以多了一個甜菜葉兒核多角體病毒 可以來使用 那接著同樣一個研究人員 他接著會放大做到血紋葉兒這個部分來 那真菌的部分的話 目前有登記的 只有白薑菌在十字花科針對小菜鵝 黑薑菌沒有登記 沒有登記 所以各位如果有在使用也不要太公開 那真菌跟素粒菌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必須要有菌絲去侵染 那因為昆蟲的體表比較堅硬 所以他侵染的部分都會在他結尖的一個 比較脆弱的地方他會侵染進去 侵染進去之後呢 他才會開始長菌絲出來 白薑菌 所以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是什麼 濕度 濕度很重要 但是濕度一高的話 有一些的病害就來了 如果你要為了要防治他 用了一些將菌類的話 在測試裡面 如果濕度一高 就刮類來說 你濕度一高會怎麼樣 鹿菌病啊白粉病啊可能就來了 所以有時候在應用這個真菌類的一個 重生真菌在應用面上面 也要有一些的技巧 那有關於菲洛蒙這個部分 明天復祥會特別去講 我這邊就帶一下就好了 大概目前有用的大概主要是 以性菲洛蒙為主 然後使用的方法就是 大量誘引的方式就是把它誘過來 另外有一種是 在園區裡面的密度量 就是懸掛的量非常多 那他當初登記就是所謂的交配干擾劑 那大家如果使用這個交配干擾劑 不要直接綁在你的植物體上面 一定要再利用一個其他的足竿或其他綁住 因為你如果接觸到你的植物體 就會有什麼問題 農藥殘留 只要你碰到植物體 它就是農藥殘留 化合物碰到它上面 就會有農藥殘留的一個問題 那甲基丁香油跟克銀 它不是肺弱猛 它們是來自於萃取的一個植物體的一個化合物 因為它甲基丁香油對東方果食蠅的熊蟲特別的偏愛 然後克銀的話 主要是幼藥刮食銀 但是克銀在環境中不穩定 很容易裂解 但是後來發現到它跟甲基丁香油混在一起之後 可以穩定的在環境中使用 所以各位現在市面上買到的就是克銀香 你就會發現到 我好像兩種果食銀都可以用得到 另外一個食物誘引劑的話 蛋白質水解物 果食銀類的成蟲 它們對蛋白質的需求很高 因為它們要飛行 強大的一個飛行 還有很強的一個繁殖能力 所以它們需要一些高蛋白 那各位可以利用寶特瓶 寶特瓶一瓶大概我都是用600cc的 然後在它中間上面一點點 大概挖三到三個小洞 那個洞大概讓瓜果食銀可以鑽得進去 那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會建議一瓶放一粒 放一粒這是濕的不是乾式 濕的你就一瓶放一粒 那加大概100到150cc的水 然後你就可以掛在園區 它的有效距離大概5公尺以內 所以你就盡量去掛 但是因為它是屬於食物誘引 所以可能會雜七雜八的蟲子都會過來 那雜七雜八蟲子過來的時候 你如果太滿的話 你就用一個過濾網把它過濾完之後 把那個蟲體丟掉 那個液體記得要留下來 因為昆蟲也是蛋白質 經過酵母的發酵之後 它會產生更一個味道出來 更會用其他的蟲子來 那你第二次要添加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加水去稀釋 直接加水 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它的濃度 接下來你就不用每一瓶放一粒 你大概是一粒也是用100到150cc的水去稀釋 好 那你看看你園區種了幾瓶 然後你要添加多少cc 假設你只要配500cc就好 那你只要放五粒進去 稀釋完之後你再去分裝進去就好 我估過大概不到兩三百塊 一公頃地在使用的價格 因為一粒我那時候估是8塊錢買的時候 但是現在可能10塊或12塊 那個成本可能稍微高一點點 也沒有高很多 好 那目前國內有登記的微生物農藥 跟費洛蒙大概是有這幾種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酷斯酸利菌你們的講義是6個 後來我發現有一支登記症已經也測掉了 所以剩5支 然後EG7841的這一個的話 如果你是有菌農藥 我是建議你先不要用 因為它有一點是轉基因的酸利菌飼養 那個發酵出來的 不是用原來的孢那個細菌去發酵的 那目前有登記在果樹 所有的酸利菌只能在蔬果菜上面使用 果樹還沒有登記 還沒有登記上市 那還有果樹上面 唯一可以用的微生物農藥 大概就是菇草感菌KHY在前面有一包 還有貝萊斯芽爆感菌BF這個菌性 只有這兩個有在果樹上面有登記可以使用 好 那免登植物保護之材的部分的話 我大約先提一下 因為昨天你們應該也上過 這是在跟各位提一下 其實甲殼素的話 它主要是基丁質 基丁質它經過一些酸的萃取之後 變成橘殼糖叫做甲殼素 那這個甲殼素 這一個部分主要是讓植物體增加抗病能力 那這個基丁質它跟矽藻土一樣會有結晶型 它會劃破昆蟲的體表 讓它失水而死 但是我們實驗室在做甲殼素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個 我本來是打算讓甲殼素能夠 因為我發現矽加上微生物製劑產品 可以提升那個微生物的藥效 應該不能說藥效 提升對於植物的一個抵抗力 對一些的病害的一個防治效果 會有提升很多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實驗都驗證了 那根據文獻裡面有提到說 舉殼糖的話在抗病能力 對增菌特別有效 其次是細菌最後才是病毒 那我那時候沒有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說如果我把甲殼素 跟一些微生物混在一起 是會不會跟細一樣的結果 結果反效果 這是我室內的實驗就是發現到 如果我單用孤草感菌的時候 它的防治效果 它的抑制那個病原菌利固絲菌的話 大概有80幾 算80%以上 但是用甲殼素大概63% 我把兩個混在一起只剩下60% 我連續做了六次實驗 同樣的結果 我就嚇了一跳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時候 我再也不敢把甲殼素 跟微生物製劑產品 跟各位做介紹 這邊只是我個人的實驗室的一個 試驗結果分享給大家 避免浪費錢 或者是降低藥效 我建議你們在甲殼素跟微生物製劑產品 要有一個間斷時間 不要同時間去施用 那我們在談到的就是細糟土二氧化系 其實細糟土這邊是針對害蟲 二氧化系是針對病害 細酸甲是不是針對害蟲 我存疑 細糟土的話 這兩個一定購買要買食品級 結晶型態二氧化 因為食品級裡面衛福部有管控 結晶型態二氧化系不可以超過3% 如果結晶型態二氧化系太多量的話 我們操作者不小心呼吸量累積下來的話 會造成什麼 肺細病 就會有肺部感染的一個情形 所以一定要買到食品級 那工業用的也不會有效果 因為它燒透過 它的結晶體它被破壞了 不用其實扁凳之材那一包就可以了 它產品有很多 其中也是 只要是房間署那邊有公告的幾乎都沒有問題 我當初是用細糟塗在做防蟲 後來我發現它的效果有限 我後來發現細跟微生物反而更有效 所以搞到後來我又再搞病 那這兩個都是有粉末粉層 而且不容易水 細酸甲在那邊也有一瓶 在這邊也有一瓶 它細酸甲大家不要直接去用 因為它的pH值非常的高 那我買到的那一瓶的話 它pH值測出來是12 所以你如果直接 我們是希望它在偏酸的情況去用 可以讓植物可以吸收到細跟甲 可以增加植物的一個抵抗力 所以各位在使用的時候特別注意 那肇素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這一類都是跟介面活性劑 意思是一樣的 就剛我提到的介面活性劑的一個狀況一樣 那碳酸甲跟高臉石跟細糟土 其實他們作用機制是類似的 那很多人說二氧化系跟細糟土一樣 不一樣 這是我們在電腺底下拍出來的 就是有這一些的非結晶型態的 然後運用這些在化破昆蟲的體表的 讓它失水而死 這是我們室內實驗的一個結果 分享給大家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要跳一下了 那pH值你看我說細酸甲 這是國外的一個報告 它如果把它調在pH5.5的話 針對於豆菜上面的攪拌病的抑制的效果 高於什麼原先pH10.5的 所以各位就跟亞磷酸一樣 它太酸了 你要用輕氧化角去調 同樣的你是細酸甲太減 我建議你用一些醋酸或是其他去調整 可以或者是你用實用醋或是冰醋酸 你自己要去調一下pH值 那我建議pH值最好是可以調在5.5到6.5這中間 那因為在比較偏微酸的情況下 對於植物吸收這些營養元素是特別有利的 所以會建議調在比較偏微酸的情況下來使用 好那免燈之材裡面再跟各位提一下 這個柑橘精油 柑橘精油除了油的關係可以包覆昆蟲體表 另外它的檸檬吸的話它具有寄弊的作用 對一些昆蟲具有一些寄弊的作用 寄弊取食的一個作用 那這幾類的酸都是因為pH值很酸 來造成一些昆蟲體 或者是植物體崩檢的一個情形 另外硫酸鐵這邊前面也有新農的那一個 這是唯一針對軟體動物 今天有學員問到的 你如果蝸牛類似這些軟體動物 你可以買硫酸鐵 硫酸鐵它早期在歐盟它是食品級 但是後來發現到它對一些的寵物 還是吃到一定的量還是會有影響 所以你用硫酸鐵它是一個耳機 它可以放在蝸牛也是 然後就在旁邊放一放讓它去吃 它是有機可用的磷酸鐵 然後這是新登記的去年年底才新登記的這兩個 那目前就我所知 主要的是來自於肉桂權 它可以讓植物吸收增加植物的抵抗力 那針對於精油的部分 其實跟茶樹精油跟造樹都有關係 至於肉桂的這個部分 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好那針對於在做農藥 如果你是一個冠型農法 要選擇農藥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你要正確使用 然後施藥的次數也要特別注意 不是一直用 後來也就會有一些超量的一個影響 那輪替用藥的時候 然後如果去輪替 第一個如果你可以 這個我是幫各位在害從這邊 把它整理出來 就是利用它 如果你可以輪替藥劑的話 針對於你這個作物上面 登記的藥劑種類的話 防治的一個對象 你可以建議是這樣子的輪替 真的不行的時候 你才做這樣子的一個輪替 1A跟1B 其實他們的作用機制 他們都是類似一樣的 只有在結構上面不一樣 所以你碰到22A 22B 或1A 1B的話 4A 4C也一樣 未來會有4D也會快出來的 那這些的話 你就在使用上面的話 可能你盡量 這兩個不要去輪替 因為怕有交叉抗藥性的一個發生 那這7C15 16 17 18的話 主要是在於 昆蟲在生長過程當中 前面我一直有提到說 昆蟲表面上面會有雞丁子 因為它太硬了 要長大它會脫掉 舊的皮長出新的皮出來 所以它要長出新的皮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可以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組 這個的話就是 這類的話 第一個我讓它脫不了皮 這兩個是讓它脫不了皮 然後呢 這兩個是讓它合成不了皮 新的皮 這是在昆蟲裡面的一個特性 但是 曬面鏡主要的防治對象 是在脫掉雙刺目 就是銀類這一類的 那你青春激素的話 就百利補分 它不是只有 它不是影響它們 而是利用荷爾蒙來調控 讓它沒有辦法變態 沒有辦法脫皮 或者是長出新皮的 這樣子的一個控制 但是這邊我寫10A 10B跟23 雖然它歸類在生長發育裡面 但是它跟這類是沒有關係的 這三大類的話 主要是在它們生長過程裡面 可能要跟脂肪酸合成有關 跟脂肪合成有關 它是抑制那個脂肪的一個 合成的一個過程 這是IBM剛提過的 有機農鐵的IBM的話 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這一個部分 如果救有機農民 應該著重在這一個地方來做 所以你如果去保護天敵 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第一個優先的情形 可不可以先慢慢去釋放這些天敵 來調控我族群的一個狀況 真的再不行 我再來用這一些的資材來使用 所以針對於有機友善的話 你們除了以這一個點為基準以外 下面應該還要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是針對化學農藥 不是給有機友善農民用的 有機友善農民這一個點是你用資材 甚至你要釋放天敵 搞不好都還要在下面一點點 這是我很多年以前去美國看 這一個有機農田 他有認證的 他幾乎園區裡面很少用一些的 除了素麗菌以外 他幾乎都是在放瓢蟲 幾乎都用瓢蟲 另外一個他才有黃色黏子 還有他在兼種之間 他會兼種花 因為他們主要是西方花技馬 所以他會兼種一些的菊花 在這邊會種一些菊花 來誘引這些的技馬過來 所以他們是用這樣子的一個物種多樣性的一個概念 在維護一個系統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會針對於這個部分 要跟各位做一些的觀念的一個改變 那另外IPM這個部分 再給我一分鐘 剛剛有學問提到 我們的網址改了 我們因為人力的關係 我的助理全部 原來跟我一起弄這個東西的助理 全部跑光光了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而已 還有勉強明天要來的富翔 所以有沒有更新 沒有了 沒人力 我們有真的 因為那時候如果有去我們那邊早期的 去我們那邊上課的 我是好幾個助理 好幾個助教在幫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 助教都有一個筆電 然後你們告訴我 我們那時候花了很多時間做的籤 然後籤抽完你用了什麼農藥 或者用了什麼資材之後 我們後台裡面會幫你算 我們會有不同的防治率 對藥劑的感受的情形 你用越多藥我會把你打折更多 那你用不對藥也是會打折 到最後第一次開班的時候 有一組他們的氣源 他們的劑馬一直都壓不下來 氣源 好那表示就是要讓你們 然後我也跟他說 你們用完完完之後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哪一支藥是有效 我們是有實驗根據的 那幾個藥我們是有實驗根據的 所以各位可以上這個網站去玩一下 這裡面還有包括成本的考量 那講義裡面有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些的遊戲 那你一定要跑完最後終結的時候 你這邊後來你這些的ET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你可以去做調整 這裡面還會建設到萬一下雨的時候 你有一些病害可能會起來 從外可能沒有你的選擇藥劑的方式 就要改變 所以整個IPM的一個管理的操作的方式 就會有改變 那我們在6月5號的農民學院的課程 有大概有六七個鐘頭 我會上兩個小時大概一到一個多小時 然後剩下來讓大家去玩這個 大概已經結束報名了 那最後我們會跟你說你練習出來 你總共花了多少錢 你大概獲利多少 這個都是模擬的 你有時候會覺得不太可能 那有可能會 我們後台其實有時候一邊玩一邊還在修 因為這個有很多還是會出現Bug的一個情形 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先休息